让24岁的姐姐去偏远的地方 送1米8 160斤的16岁的弟弟去上晚自习 是重男情女吗 我真的觉得很奇葩 我一个女性朋友 早上8点上班 结果呢 他妈呢 让他去送弟弟呀 上晚自习 学校的地方特别特别偏远 属于下了地铁 还要打低10分钟 没有公交的地方 他呢 1米70左右 120斤 他弟弟呢 1米8 160多斤 16岁上高一 这个他从弟弟的学校回到住处啊 还要地铁两个小时 回来呢 基本上就快9点了 他父母让他送的理由居然是啊 弟弟还小 一个人去学校太危险了 1米8的大胖子男 自己坐地铁危险 难道他送完以后不需要独自坐车回家吗 这就不危险了吗 另外啊 还有奇葩的事情 让我觉得这个家庭啊 真的是要把这个福地膜解决的血吸干 他们家分房间 给弟弟一个正常的房间 和父母的主卧一样大 甚至阳光更好 但是他的房间呢 是客厅隔断出来的 放了床以后啊 只够一个人通行 床宽一米 还没有小学的床大 并不是家里没钱 这个父母呢 这对父母啊 月薪呢 一个是三万 一个是一万 这一线房子有130平的房子 啊 却没有一个这儿八九 给他房间更别提书房了啊 即使这样啊 我朋友啊 依然辩驳自己家里 没有重男轻女 死胖子弟弟啊 也很自私的 打低啊 抢着坐后座 把最危险的副驾驶呢 留给姐姐 鸡子男呢 真的是从小就吸血 我要是他呀 就跟父母断交关系 他每天在家 就负责修灯修门锁 打扫卫生跑腿 小时候从一年级开始 就开始住校啊 一个月回自家 没买过新衣服 都是穿他妈扔掉 不穿的衣服 每期明月 妈妈的都是好东西 而他的死弟弟 穿着一千多一件的 潮牌外套 这位这种家庭 真的是全员恶人 气死我了 为什么他就不明白 而且呢 他真的是超微微啊 父母让我活这么大 我用了他们的钱读书 我不该挑剔 可是义务教育 不进行是违法的呀 还有要配眼镜 他大学本科进食的时候 不敢告诉父母 怕花钱 就自己去配了一个 最便宜的眼镜 配了个一百块的 而他弟弟啊 前一段进食了 他妈带着 去配了两千多的眼镜 我真的是吐了 中年轻人的人啊 能不能灭绝啊 对了 他还没有啃老 一毕业就找到工作了 甚至呢 还时不时 还得给弟弟买礼物 就这样啊 死胖子男特别特别自私 在家有披萨田茜啊 自己先挑块大的 大晚上吃整块蛋糕 他父母呢 居然还觉得可爱 他120斤呢 1米70的身高啊 天天被他妈当服羞辱 身材羞辱 然后呢 我有时候真想张嘴 骂他父母 气死了 以前啊 我们一起出去玩啊 他弟弟甚至拽着他 直接打 在地铁仗啊 还是我生气 生气的说得还手 他才敢还手 这是什么事啊 为什么这样都感觉不到 重男轻女呢 我的观点是啊 就这种重男 被重男轻女的父母 所PUA的这孩子 女孩 一直活在垃圾父母 构建的这种 信息检防里 习得性无助啊 就会让他一直活在啊 就是他 他的认知是什么呢 他不该让父母付出啊 不该让父母养育这么大 他就他就活在 因为他把父母 把垃圾信息传输给他 他周围又没有人 就是说给他纠错 没有人知道 父母给他传输了 传输了这么多 错误的信息 这种垃圾信息 他呢就会吃进去 换着他那些信息啊 吃进去他就内化 他就觉得 有一直对父母抱着一种愧疚感 我父母保养这么大不容易 哎呀我父母不该对我花这么多钱 因为没有人帮助他 帮助他重建这种 自我和自尊 自爱 他习得性感无助 他就一直无助啊 他也得不到这个外界的支援 他就会导致啊 他就是慢慢的 就人如果一旦思考啊 就是明白这个真相啊 他就特别的痛苦 因为他没有外援 你知道吧 慢慢的他就 首先就不思考了 他就懒得思考 就成为一种思考的惰性 除非呢 说他呢 已经经济独立 尤其是他这么多年 他都在经济不独立 不得不依赖父母 才能生存的这种前提下 现在呢 你让他就说 突然就说 经济独立 马上就思考也独立 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让他多接触网络呀 只要他一接触网络 他就发现啊 他哪怕就是 明明他其实很清楚 父母对待他们姐弟 是区别待遇 区别待遇非常的极端 非常垃圾 但是呢 他还是要多接触网络 让网络给他一种理性的认知 点醒他 他才知道 啊原来他一直被父母 垃圾父母POA了 原来他父母一直在虐待他 否则呀 他不愿意说 逃出这种 就是说心里的舒适去 逃离这种 就是心里的依赖感 因为他这就是唯一 父母就是他唯一可依赖的吗 他没有其他的可依赖 人呢 就往往他就有一种 惰性 思维的惰性